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说 As it happens, a razor that is safe in Europe is unlikely to electrocute Americans 做得很幽默,等于发表自己评论了 他说,碰巧,在欧洲安全的剃刀 不大可能会电死美国人 就是你在欧洲的经过检测的时候 何苦在美国再检测一次 都是人欧洲没事,怎么会把美国人电死呢 As it happens,是咱们在第四课 可以看见东西的手里面讲过 叫碰巧,这里面有时态的变化 一般现在是As it happens 一般过去是As it happened 而且老师说了,他一般用逗号跟句子成分分开 本文中As it happens,后面是有逗号的 还有一个,没有时态变化 As luck wouldn't have it,一定用would固定搭配 也是碰巧,未必是好事 尽管有luck,对吧 他一般也是用逗号跟主句分开的 这个地方是负心 碰巧,在欧洲安全的剃刀不大可能会电死美国人 所以啊,我们说了 So, ask business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Why have two lots of tests which one would do? 因此,大西洋两岸的公司都在问 为什么在一套测试就够用的地方 便要有两次检测呢 这个依然是一个自由直见语 它引述的就是双方的公司所问的这个话 但是没有加引号 因为在新闻中直见语太多 这个引号泛滥,看着就头晕了 是这么一个 另外呢,这个大西洋两岸的公司都在问 这个把这个so问的一部分放到前面了 后面这个ask依然用的是盗装 用盗装语序了 这个为什么在一套共用的地方 比如两套检测呢 这个地方还是突出了问话它本身的内容 好,我们看看剧中的一些细节 我们看这个大西洋两岸的公司都在问 这个business在这翻译成公司 这个business是多一词 它表示公司这个含义是可数的 这里用负数是对的 但是它表示其他的含义多数是不可数的 比如表示生意买卖就是不可数的 他在中国做了很多的生意 he has done a lot of business here in China 在中国这里做了很多生意 就不能说done a lot of businesses 做生意就do business 注意不可数名字 同样的这个business表示事情呢 一般也多数是不可数的 我们经常说 but it is none of your business 但表示公司是可数的 因此双方都在问大西洋两岸的公司 它为什么大西洋两岸呢 它为什么没有用在欧洲还有在美国呢 其实就是相当于in Europe and in America 是因为欧洲和美国这个词 在本文中出现的太多了 再用一次欧洲美国就重复的太多看着别扭了 另外一个用大湘两岸也有一个讽刺的语气 为什么在同一套测试标准呢 这不是多次一举吗 所以这个一举两个在这里 他们说了why have two lots of tests 为什么两套测试呢 这个why我们加了动词原型do why加动词原型是表示质问的语气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不应该呀 他言下之意是不应该这么做 比如说why worry about such trifles 为什么要为琐事担心呢 言下之意你不应该为这些 trifle小事情去担忧 why do是个质问的语气 但要注意如果why not do something 这不是质问了 why not do是表示建议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觉得你应该这么做呀 why not try to train your character 为什么不试图努力一下去锻炼自己的性格个性呢 为什么不去借这个机会锻炼自己的个性呢 这个why not do是表示建议 是我认为应该这么做 本文中是质问 为什么有两套规则呢 当然这个two lots of tests 不能说两个很多的规则 这个lot是多意思 在这里不是很多 而是一套一群一批一族 lot here means set collection or group 就是一套一群一组 这个意思 那不是one would do 一套就够用的地方 为什么两套呢 one但是one lot of tests 那个do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do是足够的 不能说一套就可以做事情了 是一套就够的地方 为什么两个呢 do的意思特别多 这里相当于be enough 我们看看简单对话 第一个说 don't you want something to eat 你不想要那东西吃吗 第二个说了 ok two burgers will do 好吧 那我就吃吧 两个汉堡 两个具有吧 就能吃饱了 这个will do will do 现在will be enough 就够用了 为什么一套就够用的地方 配有两套呢 后面下一句话说了 政治家们同意 politicians agree in principle so America and EU have been trying to reach a deal which would eliminate the need to double test many products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白颜色的还是句子的主句 他说 政治家原则上已经同意了 原则上同意 就同意一个大致的一个想法 但细节没有考虑 同意 经常跟in principle连用 叫原则上同意 同意什么呢 有语境 就同意一套测试 其实就够了 但政治家也同意 so 因此 so引导一个结果状态从句 从so开始到巨末 整个黄颜色的都是结果状态从句 因此美国和欧盟双方呢 都在一直以来呢 想努力达成一个协议 have been trying to 用的是现在完成进行时 这个从三册咱们就讲 现在完成进行时 表示一个动作 一直持续到现在 强调 一直持续到现在 至于是否持续 跟咱们不关心 只是强调 一直到现在 都在努力要达成协议 然后后面那个 带下号线的协体字 是牵套在 结果状态从句 内部的一个定义从句 修饰先行词 deal这个协议 什么协议呢 这个协议有了之后 就不需要 对很多产品进行双重测试了 李老师在声识中讲过 eliminate the need 翻译成 就不需要做模式了 就清除了 对于某个事情的需要 当然这个名词need 后面答题有两个 第一个是 the need for something 第二个是 the need to do something 都行 后面加计词for 加冰语或者加动词 不能是to do都行 对某东西的需要 或做模式的需要都行 在这就无需 double test是动词了 双重测试了 不用测试两次了 我们有一个标准就够用了 原则上统一了这点 这个先看看这个固定搭配 就原则上 in principle 是个习语 它一般都跟agree 做固定搭配 什么意思呢 if you agree something in principle you agree a general plan or idea but have not yet considered the details 如果你原则上同意一个事情 你是同意一个大致的一个计划 或者是想法 但是还没有考虑细节呢 大体同意 但细节没有考虑 看一个简单例子 the government has agreed in principle to a referendum 他说政府现在已经原则上同意 要举行一次全民公投 就是原则上同意 这个全民公投我们同意 但具体哪天进行啊 哪些人主持啊 什么人有资格参加 这个细节没有考虑 这叫原则上同意 referendum就全民公投 决定一个重大决策 是这么来说 这是原则同意 所以啊 那这个美国和欧盟 现在一直以来都要努力 达成一个deal deal 一般指商业方面的协议 咱们说了 这个地方用起来 也是恰如其分的 它就相当于本文中出现的 其他的什么pact 什么什么agreement 等等等等的 类似的 后面说了 they hope to finish in time for a trade summi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EU on May the 20th 他们就美国和欧盟双方了 希望能够及时地结束 这个in time是及时 能够及时结束 为了什么呢 for a trade summit 为了美国欧盟之间的贸易峰会 这个summit 咱们在第三课 咱们马特恒凤的登山者 咱们讲过 summit本来表示山峰 但派生意可以表示最高级别会议 咱们发现这峰会 就两个机构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谈 就美国的商务部长 跟欧盟的商务部长 中间做会谈 叫贸易峰会 后面作者说 although negotiators are optimistic the details are complex enough that they may hard press to get a deal at all 咱们看看这句话的语法分析 第一行黄颜色的是让步壮与从句 这很简单 尽管谈判代表们非常乐观 后面白颜色的是主句 但是这些细节实在是太复杂了 大家注意enove的翻译 enove这个词不见得翻译成足够的怎么样 在这里的翻译是如此的 或者太什么怎么样 如此的复杂或者太复杂了 以至于如何 这是固定的一个用法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说enove的翻译 然后后面那个带下话线的协体的黄颜色的字 明显是个结果状意从句了 太复杂了 结果怎么样 以至于他们就美国和欧盟了 他们可能啊 根本就不大可能达成一个协议 be hard pressed to do something 是固定搭配 表示某个东西难度太大了 或者太困难了 不大可能发生 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说 这是语法成分分析 第一个先看个高频词乐观的 形容词中音在中间大声先读一下 optimistic optimistic 这个记住 他做表语时 后面借词搭配是be optimistic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很乐观 比如说 bankers are cautiously optimistic about the country's economic future 银行家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前景 政治前途 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这个cautiously 经常用它来限定optimistic 叫谨慎的乐观 大家可能还记得 咱们以前讲过那个预防措施 叫precaution caution呢 就是谨慎 cautious 就是谨慎的 小心的 这个大家可以记住 对某个东西谨慎乐观 那乐观主义 乐观主义者顺便同时记住 注意注意注意都在前面 先读第一个 乐观主义 optimism optimism 再读乐观主义者 可署名词 optimist optimist 好 再读乐观的 注意注意注意后遗了 optimistic optimistic 好 悲观的也很常见呢 相反 用悲观的 先读一下形容词 pessimistic pessimistic 但在记住搭配 后面依然跟about 答配 对于什么很悲观 he remains deeply pessimistic about the peace process 他对于和平进程 依然非常悲观 非常悲观 用deeply pessimistic about 前面可以用 B动词 或者系动词 讲remen 是个系动词 悲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者 同时记住吧 悲观主义 大声读一遍 注意在前面 pessimism 悲观主义者 pessimist 再读一下悲观的 pessimistic 就好了 好 再回到剧中 他说尽管谈判代表们 非常的乐观 但是这些细节 实在是太复杂了 注意enough的翻译 我们知道enough 当然可以翻译成足够的 你比如说这句话 the room is large enough to take another bed 这个房间足够大 能容得下另外一张床铺 这是足够的 但是be enough 和我们家动词不定是 或者加拿大从具 有另外一个含义 它可以翻译成 太怎么样 以至于怎么样 或者如此的 怎么怎么样 以至于如何 这是相当于be so as to do 咱们看个简单的例子 they are rich enough to cross the path on foot 这个path 第三册第八课说过 就是大伤口的意思 他们实在是太貌视了 竟然想徒步穿越这个伤口 而不能翻译 他们足够的冒失去做谋事 这个不同顺 相当于 they are so rich as to cross the path on foot 如此以至于 只不过本文中呢 后面没有加to do 后面加上that从具 也有类似含义 be什么什么 enough that canna be so dada 后面加that 如此以至于吗 本文中发现成 这个细节是太复杂了 如此的复杂 以至于 他们根本就不大可能 达成协议 这个不大可能 用的是be hard press to do something 固定协议可以背起来 这好理解 为什么 hard press 自面意思好像是 被用力的摁住了 prep 摁压的意思吗 死死的摁住了 你还要干什么事 动不了了 所以表示 某事太复杂 太困难 所以不大可能成功 或不大可能发生 表示这个含义 我们看看简单例子 Owing to shortage of staff the emergency services were hard pressed to deal with the accident 因为人手不足 这个紧急情况 处理部门 不大可能能够应付得了 这个事故 说明人员不够 处理不了 太困难了 太复杂了 不大可能成功 或发生 这个意思 本文中也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达成协议 不大可能 句莫又加个at all 这个at all 这个表达 如果跟否定含义的词 连用的话 它不大可能是否定含义 反译成 根本就不大可能 完全不太可能 加强否定语气了 所以说 尽管谈判代表们 非常乐观 但做着说 细节实在是太复杂了 以至于 他们根本就不大可能 达成协议 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 笔法课的第二段 跟老师就看到这